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索性自终车祸造成驾驶手部仅仅是轻微的擦伤 但是整个车子的车头撞毁 当事人表示不需要送医救护 金城镇金峰路水陀三港路段 张姓男子驾驶自巧克车 沿着金峰路往水头码头方向行驶 在行驶经过弯道仪式操作不当 撞击到路边水泥制作的纽泽西护栏 受撞的纽泽西护栏又弹飞碰撞到 填放在路外广场一辆自巧克车 事故造成自巧克车的车头损坏 驾驾驶手部轻微擦伤 警方现场对驾驶实施酒测 并无饮酒情形 详细的造势原因由本分局调查中 警方呼吁民众行车要遵守号制 行驶入口或转弯的时候要慢速慢行 这样子证明 嗯